今天為何要講羅茲威爾呢 因為我發覺基本上大部份我的聽眾 其實沒有多少人是去過羅茲威爾的 我估計 因為第一個不是一個遊客區 也不是一個有甚麼吸引的地方 就算你喜歡UFO也好 你都不會特意去羅茲威爾的 原因是因為那個地方太遠了 在1947年發生了一件事件 而這件事件就因為在收音機報導過 因為在傳媒報導過 因為在報紙的頭版出現過 而就令到這件事件 就變成這個小鎮的一個傳奇的故事 而最有趣的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傳奇的故事就不是即時在1947年的時候 就爆到全世界都知道 反而這個事件是放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後 然後才由一些的報導 甚至大家可能由羅茲威爾 甚麼是羅茲威爾 可能香港人第一次聽 都是看這個亞視的解謀外星人 你才知道有個地方叫做羅茲威爾 其實這個世界都是這樣 但是羅茲威爾事件一直都是一個謎 為甚麼一直都是一個謎 但最謎的位置就是 亦都是一個爭議性最大的一個case 即是有很多個案 即是有很多個案看起來 就已經是一面倒覺得 有些是假得不得了 有些個案一面倒看起來 已經覺得是很真 已經是沒有甚麼好否認 有些個案 但羅茲威爾事件這個case 承認他是一個UFO事件的 有一半的UFO研究者 但同時間有一大半的UFO研究者 是不承認羅茲威爾是一個UFO case 但你記住 不承認羅茲威爾是UFO case的這班人 他們本身是承認UFO現象的 他們可能承認Betty and Barney Hughes 可能承認很多我們熟悉的UFO事件 例如那時在華盛頓上 在國會大樓上供一堆群飛過的事件 可能Randal Sam Forest英國那個事件 那些UFO研究者是相信這些case 唯獨對羅茲威爾事件是不相信的 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內容 就算MJ13show.com 以100元3個月訂閱節目重彎